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商业院以声望表决通过 2023年公共卫生烟草与吸烟管制法案 六岁自边症男童遭谋杀案件迎来新突破 雪州警方寻获两位新证人 证实贤家院在失踪的五小时后人活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了提升大马在国际舞台的知名度 因此在国际和本地市场 推广大马产品的力度有必要加强 以刺激国家经济 首相的都是安诺尔指出 他自己本身也扮演着推广国货的角色 包括在国际场合身着巴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订阅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还能够穿护马来西亚 所以 虽然是冬季 所以我必须确定 衣服穿护马来西亚 为什么呢 因为我感觉是 我感觉是 为了推荐马来西亚 首相安诺是在布城出席 2023年国货嘉年华 至开幕此时这么表示 此外 首相也希望 内阁官员认真推广和支持国货 首相表示 自他出任首相以来 几乎每个星期的周五祈祷前 都会前往小摊 为货食店用餐 这是首相以身作则 推广国货的努力之一 新上任的高教部长 指出 该部将着重高等教育机构 大专生 教职人员和管理层 这三个层面 此外 该部也将会延续 前部长早前规划的 每一项政策 以推动高等教育 以及高等机构的发展 中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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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民散倡议自推行以来 力助制品群体渡过生活难关 同时减轻B40群体的经济负担 新任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达特阿尔米赞承诺 由已顾部长达特斯里沙拉乎 推出的自民散倡议将会延续 并且进行加强 以及概括其他部门 中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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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民散倡议推出以来 实施多项会集人民的计划 有建于此 内贸部将会延续这项创意 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群体 减轻生活负担 尤其我国的经济 在后疫情时代还在复苏当中 二零二三年公共卫生烟草与吸烟管制法案 昨天在国会进行二读 并由二十二位商议院对法案进行讨论 最终在声浪表执下已知通过 另外新任卫生部长达德斯里斯·斯·斯·克弗里表示 相关法案一旦生效 将禁止向未成年者售卖烟草产品 吸烟材料或烟草替代产品 或向未成年人提供任何吸烟服务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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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N.Q.D. 苏黎菲指出 根据政府咨询委员会的意见 禁烟时代存在不平等和启示的法律情况 意味着二零零七年一月一号前后出生的人 享有不平等的待遇 这个概念导致不同出生日期的两组人 受到差别待遇 对此总警察署认为 这项规定在法庭上会受到质疑 因为它与联邦宪法第八条文有冲突 另外苏黎菲在国会商业院参与辩论时 也针对卫生部删掉禁烟时代仪式 公开道歉 同时坦言 少了禁烟时代的条文将导致我国在二零四零年 达到将我国吸烟者的人数减少至百分之二十一的目标 面对困难 上个月二十八号 卫生部重新提成控烟法案制国会医毒 并删除掉了引起争议的禁烟时代条款 另一边乡 卫生部披露 自今年六月十五号起 卫生部推出的昌明医疗计划 已记录超过一百万名患者在私人诊所免费就诊 而且是今年本月十四号 在昌明医疗计划下 两千五百零六间私人诊所 总共为七十八万五千六百二十三名患者 提供一百万五千六百四十五次轻震治疗 总开支达六千二百五十万利级 昌明医疗计划是政府透过卫生部发起的一项措施 旨在满足B40低收入群体的健康需求 宣扬社会暴力及仇恨言论的媒体机构 在我国或任何文明社会都没有立足之地 通讯部副部长张燕群指出 政府虽可以通过现有法律进行监管 执法行动或是教育活动 宣导年轻群体和老年群体不要接触宣扬仇恨与暴力的媒体 但最终如何还是取决于人民的意愿 张燕群昨晚在出席国家新闻 俱乐部晚宴上还提及需要全体媒体的共同努力 提高大马的新闻自由排名 以便在未来达成躋身全球前30名的目标 张燕群说到媒体在享有自由的同时 应该共同承担责任 明白我国的文化敏感性 以及公认的新闻论理 另外晚宴上张燕群也推荐由 多拉萨广播及新闻学院出版的 昌明移动新闻记者手册 相关指南旨在训练能够快速且坚持 遵守伦理的新闻从业员及公民记者 据了解这本指南共有24页 内容包括介绍移动新闻的基础知识 报道工具和科技 新闻报道原则 新闻伦理和基本剪辑影片的方法 昨天正是在部门打卡上班的 新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指出 他将与教育部长 和部门官员携手合作 确保有效落实该部所拟定的良好政策 中文字幕提供 由於這裏,我會提到 我會工作與 主席、主席、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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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黃家荷是在布城教育部 大樓打卡上班 接受訪問時這麼表示 黃家荷首日上班 獲得教育部長和部門官員 秘書董高官迎接 大馬電臺電視台在2023年 醫療旅遊媒體獎當中 榮獲兩項大獎 分別是年度最佳醫療旅遊編輯團隊獎 以及最佳醫療旅遊廣播媒體設計獎 總監達德斯海密指出 這項成就令人感到驕傲和自豪 這也是媒體從業者 博言餘力和認真的成果 本台獲得的獎項分別是 年度最佳醫療旅遊編輯團隊獎 獎金高達1萬令吉 以及最佳醫療旅遊廣播媒體計畫獎 最佳醫療旅遊 最佳醫療旅遊媒體獎 全台獎字幕方便 最佳醫療旅遊 最佳醫療活動 全台獎新給藤館 最佳醫療旅遊 到一個月時間 吉蘭丹州再次遭水在侵襲 近日來的大雨 導致蘇格地區 災禮被迫遷移到臨時出散中心避難 更傳出有四名少年被湍急的洪水 衝走的消息 所幸在馬仗消整隊的及時救援下 所有人驚險脫困 目前已經安然無恙 消整人員透露 昨天下午四點左右 當局接獲999大馬緊急反應系統的電話 通報Jalan Munkadil Gampong Munkadil在爆發水災 當局隨即吊派八名人員前往現場展開援助工作 起料 相關人員剛抵達現場 就收到有四名年齡為十六歲的青少年 被洪水沖走 並被困在距離一百五十米樹木上的消息 慶幸的是 所有人員最終都成功獲救 目前已經移交警方採取進一步行動 日前發生的毒物兒刺殺年脈父母命案 警方已經查明嫌犯干案動機 證實嫌犯是因與父母討錢買毒而被製 對自己的父母狠下毒手 吉隆坡總警長達多阿勞丁指出 警方已經完成這起命案的調查報告 並將在這個星期內提呈給總檢察署 採取進一步行動 阿勞丁透露 當局已經向十二名人士 包括當時在案發現場的家人及鄰居路供 九號 雙溪本查拉發生一起家庭悲劇 一對年齡分別為八十二歲及七十二歲的 窩毅夫妻在住家內遭四十二歲兒子下毒手奪命 而一度逃逸的嫌犯 後來在案發晚上十點三十分 於西部疏散大道往吉隆坡方向的 本查拉隧道處被警方逮捕歸案 此外 當局還在案發現場 其貨一把刀身 兩把刀柄 液頂頭盔 一個圓木桌 一根木棍 木碎 以及相信是嫌犯犯案時穿著的黑色截子 在進行毒品尿液檢測時 警方也在嫌犯身上驗出 安非他命 冰毒及馬非三種毒品的成分 證實是一名飲君子 同時援引刑事法典第302條文 對案件展開調查 六歲自編症男童遭謀殺的案件 同樣迎來新進展 在經過水州警方不懈的努力下 成功巡獲兩名與命案有關的新證人 使案件有了新突破 兩名目擊者向當局透露 男童失蹤約五小時後 曾在公寓二棟的二樓及三樓出現 接下來 警方將會 落取更多知名的口供來註查 希望案件能夠更接近真相 水州總警長的東湖縣指出 當局是日前在案發的白沙羅達曼公寓 對部分追民進行脫氧核糖核酸的 大規模篩檢時 巡獲這兩名證人 兩人表示 他們曾目睹在失蹤當天的五點至五點三十分期間 出現在公寓二棟的二樓及三樓 據瞭解 三樓的母親是在本月五號中午的十二點三十分報案 指自己患有自閉症的兒子失蹤 但隨著這兩名新證人的出現 可以確認三樓在失蹤約五小時後依然還活著 這是案件的一大突破進展 對此 霍縣說 警方接下來會向更多知名入供 並指截至目前為止 也有八十六人完成入供 以及採集二百三十八份樣本 好的 以上是這一集的新聞內容 我是周敏瑜 感謝收看 Salem Malaysia Madani 再會 也是一倍夫人員 2021年 franc辰瑜 10馬創邦 此珍 永藝